警方埋伏在門外 見時機成熟 圓警踹破木門 屋內一男一女嚇壞 完全措手不及 眼見無路可逃 女方不停求饒 男子躺在床上 竟然試圖同歸於盡 小心啊 不要看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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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看男子拒捕 就要引爆爆裂物 情急之下 警方迅速上前壓制 控制住男子的行動 事發就在苗栗通宵 警方接獲情資通緝犯 周姓男子勇強自重 立刻成立專案小組 指導嫌犯住處 周姓通緝犯 企圖引爆爆裂物 迴避警方查期 所信專案人員 上前壓制 未造成傷亡 隨後與其住處查過 改造首相一支子彈 10顆資質爆裂物8枚 所信最後在無人 傷亡的情況下 順利將人逮捕 詢問後 以槍炮彈藥刀卸罐制條例 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 並持續追查相關槍具 來源溯源偵辦